另外呢 總統蔓柯在十分 在這三十年記者會演講 內容裡面 它是說到說 它是怎麼在為主權跟人權 來看馬總統這三年的事情重點 在人權的方面 它是簽署了兩項聯合國 國際人權公用 也要求我們臺灣所有的發明 在這個年代要檢討負負責公用 在主權的方面 馬總統是堅持 我們中華民國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 透過兩派關係改善 希望政府就更多的國際外面觀看 臺灣民主萬歲 總統蔓柯議員第一九 就此選演是正當的選世 要來繼續民主改革保障領款 臺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 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 或選務機關的現象 我們以兩年的時間也檢討國內相關的法律 都能夠跟這兩個人權公約能夠接軌 馬總統在就13年紀家會民政 說明三年來臺灣民權的進步 另外馬總統也在紀家會民政 提出另外一份信這段 使臺灣的主權更重要 只要關係到國家主權與臺灣尊嚴 我們立場清楚 態度堅定 我們臺灣人選擇的事情都不在怕 馬總統共調政務捍衛 主權並沒有退休 三年來馬總統 採取現金座後進第一 任何禁止 還跟中國強述 包括X4在來的十五項協議 馬總統期待透過 任何關係改善 吹到檢測台灣主權和突破 外交困境的方法 不過馬總統 五月十二號和法府 這個口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CSIS網路會議的時候 是來貪行 以臨人最大眾的就是主權和任何關係 馬營出最近傳出WHO世界衛星組織 來不及跟臺灣列造 中國的自信 並不是我們所收到WHA世界衛星大會 邀請和民立社會的中華台北 馬總統是為了捍衛主權 親像揮刷 大動作來向中國一起世界衛星組織訪議 世界衛生組織有這樣的作為 顯然是受到中共壓力的結果 以中華民國 總統的身分向大家報告 我一定會強力的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今天有記者會民地馬總統也強調 以前有力量除了進出 用觀察完的身分中心參加WHA 我們也開始參加IHR 國際衛星條的運作體系 另外在外交上 房屋國民沒有來檢查 世界上讓我們國民 不用強勁的國家和地區 也增加到一百十三個 馬總統不但表達 堅定捍衛主權的立場 也提出外交性這段 要來證明 他可以率領臺灣在兩方 以及國際外交空間 走出自己的路 記者 中介王 中介家 金力報道